嘿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的成功往往要比男人付出更多 甚至牺牲更多更多 不信的话 你听我说 魏玛是女子偶像团体的成员 只是在不久之后 她要转型去做演员呢 所以她非常用心地做好自己最后一场演出 而演出结束之后 魏玛就彻底和我想身份告别 但是她却意外地收到一封传真 一封咒骂她是叛徒的传真 魏玛也不知道是谁发来的 只是感觉略微的恐惧 而转型演员的道路也不顺利 一开始只能扮演二流三牛的角色 太子又是少到可怜 看着拍摄片张力形形色色的人群 魏玛只是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 可是机会难得 她不容放弃每一场演出 直到魏玛准备好情绪之后 拍摄现场却发生了爆炸 而爆炸的源头竟是来自一封信件 炸毁的信件碎片飘在地上 这是一封粉丝恐恶心 你们威胁到 下次就真的是一个炸弹 魏玛又一次感到恐惧 没过多久 魏玛想让经纪人叫自己上网 她首先登录了一个粉丝给自己的一个博客 魏玛的补物 你们用日记的情绪 记载了魏玛的生活 起初看的时候 魏玛感觉 嘿嘿嘿 还挺有意思的 可渐渐的 她发现不对劲了 为什么里面的事情 甚至包括自己的习惯 爱好 还包括自己的隐私的秘密 这件事 那魏玛开始提心吊胆了 做地铁的时候 多多想起博客上写的 前满右脚的习惯 恐惧的种子 已经开始慢慢的 在内心生个发芽 她开始注意周围 想要看看是谁 在跟踪自己 可除了看到身为自己粉丝的 保安肖强之外 她真的没有任何发现 而当初还在偶像团体 努力坚持的姐妹 竟然成名了 反观自己一直不温不火的事业 魏玛即使多多少少 也感觉到非常沮丧 毕竟当初进京的时候 自己的梦想 是做一个歌手 可是事务说的安排 自己不容反抗 好在最近事务说 和编剧进行了教授 魏玛的戏份 可得到增加 可谁知微做了编剧 却是给魏玛增加一条 被强暴的戏份 之后的剧情 就是因为被强暴 而行行大变 多重论歌开始演化 这开始逻辑正常的剧情 可是却需要魏玛 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是 她却答应了这个要求 因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 她或许将永远都无法翻身 成功就会离她更远 可在拍摄的过程中 没有人知道这场戏 是假作还是真作 只是魏玛的神情而演技 却让无数观众 都仿佛神灵喜惊 可因为偶像团体时 自己清存的模样 就再也不复存在 家底的余儿 也应该死去了 接着蜕变 有两个人无法接受 除了魏玛自己产生青纷 看到曾经清存魏玛的嘲笑之外 经纪人在拍摄现场 也喊泪离去 她无法接受 自己手带出来的爱动 就这样堕落 在网上魏玛的不乎 也开始出现 啾啾我的字眼 这个以魏玛为主角日记 竟然在求救 也就是重置一天开始 噩梦 蒋零了 现实编剧被她很杀害 接着魏玛从堕落人的一天开始 穿着 就开始不自然地抱抱起来 有摄影师 还单独给她拍摄写真 可摄影师却也惨遭杀害 接着和自己有关的人无故遇害 其实魏玛还能够联想到很多种情况 从此之后 她对现实和幻想 已经开始 傻傻地分不清了 在演戏中 和一位悉尼医生诉说 自己分不清现实 可让她看到保安下降后 立马脱戏 突然感到恐惧 这一个小片段 只能咔嚓 最后 她去述说单拍工作的时候 就看到了以前清纯的魏玛 追逐途中 却差一点 被车给撞到 而开车肇事的人 正是保安小强 可一惊吓 却发现这只是一个梦 她醒过来之后 将一切都跟着急的诉说 压力 已经开始慢慢地 都将她给压垮 可谁知 自己抱怨的时候 竟然是在拍摄现场 这个片段 又要咔嚓 但谁知 竟然又是一个梦 她又醒了过来 渐渐的 魏玛真的无法区分 现实和幻想 只能在网上浏览了个不无日记 她确定魏玛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而很快 她就第三次被梦给清醒了 她记得 她亲手下从外面小哥 然后才能地杀害那位 给自己拍摄显真的摄影师 可虽然这是一场梦 而在戏剧中 魏玛确实 需要杀死一个人 而那位家事的人 却突然变成了摄影师 这一幕又一次让魏玛突然惊醒 四次惊恐 四次惊醒 魏玛整个人都快疯掉了 而我是谁 而我在哪里 这次在确定杀青之后 清除完的魏玛在离开的途中 就被保安小强给袭击了 他是魏玛的忠实粉丝 他也一直在浏览魏玛的不无 可其实 魏玛却认为不无 有可能是小强所为 但其实小强也只是一位受害者 他也慢慢地被不无的魏玛给洗脑 只好杀死这个堕落的魏玛 那精准的魏玛就会回来了 在反抗的过程中 魏玛打晕了小强 在找到经纪人之后 想要去看看小强 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而后事务所老板 和小强竟然纷纷丧命 魏玛在洗尽漏条地回到自己的家中时 却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他养的鱼怎么活了 而窗外的场景 也和自己的家并不一样 这个房间是假的 他是和自己的房间一模一样的假货 直到这时 从衣柜中出现了一个魏玛 这是清纯时期的魏玛 他朗朗着要杀了堕落的魏玛 而他的身份就是经纪人 他没有魏玛的身材和美貌 却有着魏玛刚进进食的梦想 可是如今的魏玛 却放弃了偶像道路 他只好杀了魏玛 就可以取代她 魏玛的步屋 或许就是他着手指着了 可最后两位女人的数字搏斗 以经纪人失败而告终 他因为能够分裂 被带入了精神病院 而在之后 魏玛的名声就如日中天 他经常过来看望经纪人 因为正是有经纪人和他的过去 才有现在的魏玛 在一次离别的时候 魏玛眨下了眼睛 那双眼睛透露出自信的魏玛 随后 说了一句我才是真正的魏玛 片名魏玛的步屋 其实这部影片 都穿着好几个版本的说法 而最受争议的 就是魏玛精神分店 可其实 我并不认为整部影片 都是魏玛的精神分店 我个人所接受的说法 是存在一半的精分 魏玛在做偶像的时候 其实是经纪人做的假唱 结束中 没有提出的一句话是 跟和粉丝告别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唱了那么久 辛苦你了 而这个辛苦就是幕后的经纪人 他也有一个歌手梦 只是他的脸蛋和身材 有点差强了意 而魏玛的转行代表了 经纪人最后的梦想也无法实现 或许 他可以接受在幕后 做一个魏玛 可是当魏玛彻底的消失后 他将再也不复存在 而魏玛的步屋 明面上 是个博客 其实更深层次 是最后看到了那个模仿的房间 经纪人一直同会那些 当魏玛转行的人 他们都是欺负魏玛 于是等同于他欺负自己 经纪人其实遭遇和魏玛同在 而至于那位保安小强 他更多的是在意魏玛的声音 导致他被博客彻底洗脑 沦为屠杀魏玛的工具 而无论为流传中最有力的说法 就是自杀的说法 每一个受害者都是眼睛被刺窜了 因为有色眼镜的存在 让经纪人永远有发灯台 只要眼睛瞎了 那么自己的天态之音响起之计 所有人都会知道 变迁的人就是魏玛 而这个手法肯定又要钢筋又要反驳 怕嘴狗闭上啊 我不允许你反驳 不允许 无非就是又要反驳 可能是魏玛的精魂杀人 他将将看到他拍戏的那些烂人都给解决了 不存在啊 而最后那句 我才是真正的魏玛 连声中突出成过动漫 都没有出现过的自信 那是因为 独近的他 已经转行成功 那些粗粗多乐的行为 却偏偏受到群众的喜爱 他不需要再假唱 不需要再看很多人的脸色 总而言之 整部电影无论是小强 一或者是魏玛 一或者是经纪人 都存在兴奋 可是所有主导事件 我依然认为 都是经纪人所受 我是少年 如果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你们的观看 希望我们下期永远再见 拜拜